台中市治安亮紅燈 內政部長江宜華親上火線 明天就要跟胡志強開治安會報 看在對手蘇嘉全的眼裡 他認為早就該來了 畫我家鄉的寫生比賽 小朋友用繽紛的色彩 畫出心中美麗的家園 但現實生活中 大台中的市民 普遍認為治安很糟糕 治安問題不僅民眾擔憂 更讓胡志強頭痛 14號星期一 內政部長江宜華要親自來讀軍 參加台中的治安會報 我覺得江部長就應該下來 因為整個治安 絕對是市跟中央的內政部 要一起合作 所以江部長應該早就要下來 蘇嘉全認為治安工作必須全面協調 內政部長扮演關鍵角色 是警力的資源 然後策略方向的一個應用 還有調動鄰近的縣市 要怎麼來支援台中市 那胡市長他本身就是要對 台中市的治安負責 但是要中央奧援的時候 這個就是要內政部來統合 江宜華親自上火線 能不能震得住黑道和警記的問題 大台中的市民都拭目以待 民視新聞李坤喜 余壽生 台中報導 開始 開始